市長代表行政行業 選議員代表我們來的一千多錢 市長代表決定一個公民團體 來監督議員 或是說公科到議員一波 這個會不會變成說市長 讓他的行政行業變得更大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個市長他能利用公民團體 來監督議員的時候 那我們本來是行政跟監督者是對立的 那我市長如果有欺負選委 再用公民團體來監督議員 那這個責任政治是在哪裡 來 第八位 不好意思 又來了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預算決定 怎麼來決定這個問題呢 我一直是非常地質疑的 因為我們很多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都沒有解決 那這個預算剛剛聽起來 只是所有預算的一小部分 而且不是很重要的 不是市政裡面很重要的預算 那剛剛您急到很急 也急到說 那我們有很多預算浮爛的問題 那這麼大的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去處理它 我們把我們的力量灌注在這個重要的實體上面 我們去管那個芝麻律動小事情 那是不是有點把我的力量給分散 第二就是說 我自己認為 現在能站出來的人並不多 雖然說已經畢竟 比我剛開始做文明繼承的時候 已經非常多了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有更大更多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 在這麼這麼 這願意站出來的人 是不是我們可以將它導向 就是這些力量 是不是應該花在那個刀口上 不是像現在我聽起來 是一個大預算裡面 一個小預算這樣的一個 而且是在我們身邊的一些 不是我聽起來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上 就是小我的事情上 而不是一個國家 一個大我的方向上 那我主要想說的是 我們青平台 我們非常的尊重 那我們青平台可以 可以號召很多人 然後讓大家來關注 我們台灣現在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花這麼大的力氣 來講這個東西 我聽起來 我的感覺上是 在我們的整個台灣的問題上面 不是那麼的重要 第二 不知道第幾了 我的想法是 我們現在台灣如果民主這件事情 還要繼續走下去 最重要的是西門的自由 但是我們真的西門沒有什麼自由 我看看打開我們的報紙 打開我們的電視 你可以看到 我們沒有什麼西門可以被看到 我要講的是 我今天跑到那個 我今天去法院 因為我被王洪威告 我今天上了法院 跟學一學談 所以 那我為什麼被告 是因為王洪威在廣池的公聽會上面 讓我不已 就是這樣 所以 謝謝 希望大家思考一下 謝謝 好 再一位 我剛剛好像忘了說我是誰 我是公民記者 好奇寶寶 我是大學生 我想先回答 先就是 回應 這位小姐剛剛說的 就是講 就是所謂社會上的大我 然後以及到小我這一塊 就是五分 因為我自己從身邊觀察 不是覺得說 大多數的人 就是 因為大多數人是屬於中產階級 所以所謂比較既得利益者 那可能他們更在意的事情 是自我的利益 所以說 小我這種事情 比較能夠影響他們 就是他們會覺得 比較願意去參與 小我就是關乎於自己利益的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這種從小事的東西 從比較基本的東西去做 然後漸漸的影響到 就是因為他們參與這種就是 為了個人利益 然後去參與這些東西之後 然後因為他們有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所以說這可能是一種社會教育 所以說到最後他可能會 有所啟發或是被教育之後 他會更願意去參與說 就是整體社會上 就是更大的一個層次的東西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要提的問題是 就是因為剛剛講到前面這個 我覺得是很理想化的 就蠻理想化的一個 一個東西對 一個事件之類的 然後我是想知道 就是以我們現在 我們這種普通的老闆系 可以做一些什麼 然後才可以就是 就是走向這樣子的一個道路上 就是有什麼樣的行為 或者是要怎麼和別人去 去宣傳這些事情 這樣 謝謝 好 謝謝 來 今天今天 郭彬老師 打這些問題 好 來 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要進行 實力民主國參與市議事宣傳這個原因 是因為我們這樣 有不同的這個意見 有人認為 這個 我們把力氣花在 吃馬力豆的這個事情上面 是 是付費我們經歷的 有人認為這個 民主政策的原因是 相違反的 好 那這個就表示 我們 其實對參與市這個議事宣傳 它到底是不是一個 可被實踐的一個方案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的 不同的想法 需要溝通 所以我剛剛看在那個 投影片的時候 我們有講說 我們要能夠去説辭 那些議事宣傳 我不曉得我可不可以説辭大家 那我嘗試 就是說 我們這樣是一個法制的一個收入 我們預算有特定的決算 決定了這樣的過程裡面 議員 議會跟政府 它都有特定的 在這個預算決策過程裡面 的權利 那你大概可能很難做一個 違法的這個事情 而先生我這個是很明顯的 所以不管是政府部門 還是議會部門 我們要接出哪一塊出來 是讓民眾可以去參加的 那一定有一個 法律程序上是我們可以去操縱的 那如果政府部門裡面 它在民眾的決策的程序裡面 我是可以擴大我參與的權利 我不是只有我們在編預算 或有某些預算師 我這麼多人就可以做決定的 那我開放讓民眾來參加 擴大參與這個構成 那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這樣的話 還是就對應會 因為這是政府部門 它合法的權利 它給決定的這些事情 應會的 它也不見得 它雖然是民眾選出來的 可是難道我們就是四年選一次議員 其他的時間我們都必準看他的表現嗎 在選舉的過程裡面 我們一定有很多種方式 我們來表達 上街頭也好 各種的方式 參與式預算是在選舉的途徑之外 公民表達意見的某種方式 我們不是把所有的決策 完全委由政府 完全委由議員 來幫我們做決定 一定會有某些空間 是我們在選舉管道理外 讓民眾來發聲的 那委由這種方式 我們才能過去彌補 單一制度的不足 所以我們都認為 單一民主政府來幫我們做決定 應援來幫我們做決定 然後我們大家可以翹著腳睡覺 天下太平 社會美好 如果單一民主制度有欠缺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要有某些管道 但是我們並沒有去否定掉 單一民主的功能跟作用 沒有要把它一腳踢開 在單一民主底下我們有一些空間 是讓民眾可以來參與的 這些空間 也許你可以說它是一個小事 但是剛剛這位同學都講過 不然你不是蠻同意的 有些社區的事情是我們所觀想的 有些跟青年跟我們切身有關 那是我們能夠讓 讓人公民們來參與的 你說你要讓大家出來做大事 好 你像開陽光你要號召五十萬人上街 你像洪中秋你要讓二十五萬人上街 那個是少盡的時刻才有那麼大的功能 動員力量 大多數的時候民眾是什麼樣子 像各位在晚上的時間還來聽 這個實驗是預算的非常少 我們要有某些議題 是要舉動能讓他們來參與的 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 我們念社會學 政治學大概都知道 叫托克威爾 他研究美國的這個民主 美國的民主他們就從社群裡面 參與很多社群的事物 組織開始 他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就是說假設我們在這小事上裡面 都沒有辦法運用民主的技能 來做事情的話 我們怎麼能夠期待民眾在國家的大事上 能夠民主的去參與 這是第一個 小事跟大事的區分 我們要從小事 尤其是小事 再來 這個小事可以幫助我們做些什麼東西 我們覺得我們民眾的政治參與 我們需要某種形式 什麼形式的政治參與這個方式 我們會上街頭 我們會抗爭 我們會表達不難 除此之外 我們希望我們的民眾 他是能夠了解政策的一些議題 他會能夠聆聽別人的一些意見 能夠跟我們有不同想法的一些人 他能夠交換他們一些意見 我們用什麼方式 我們用什麼方式 能夠捲動民眾來做家的這個事情 啊 公民會議啊 公民會議啊 全國新的一些議題 開五天二十個月 你能夠舉動多少人 假設是跟你社區有關 跟青年有關 用開放式的這個方式 而且 那 你很方便就可以了解跟參加 我們 我剛剛講過 我剛剛發生何時在講 這個方式裡面 我們了解我們自己本身的需求是什麼 別人的需求是什麼 我們會提估各種不同方案的 優劣這個格式 好 就像 太陽花運動為什麼會舉動那麼多人 因為大家不滿的是 這個政策跟我 有那麼大的關係 可是它在黑箱裡面 角色裡面 我對你 到底怎麼樣 定大一筆 你定在哪裡 你定在哪裡 我都不知道 你三十秒就要通過去 這我回來 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 太陽花運動的時候 大家心裡想 我對政策要能夠了解 要能夠去執勤 而且要有能夠去討論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一直在推動實力理主 可是很多實力理主的一些做法 他都各有可以進行公民 教育的優點 可是他有很多 他是沒有實施的 我做了很多討論 可是政府都不理睬 我沒有那麼多一些熱情 一直在這樣子角落下去 假設我們這種小規模的活動 我們持續聯繫 我們持續進行 我們能夠去討論 我們能夠去知道 這些政策優劣得勢 我覺得有力量 我可以參加更多的 這些事情 我們會減重更多的人 我們才會讓這些人 在大事的時候 他就能夠站出來 如果你又在那裡去改變的話 你怎麼能夠期待 遇到重大關鍵的危機的時候 登高逸夫就有很多人出來做大事 所以我們怎麼樣子讓民眾 他有參與一些熱情 而且呢 不是人員抑鬱 他能夠對這個議題有個了解 他也能夠了解 新聞自由的這個重要性 到底是在哪裡 然後你就要有很多的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讓民眾他有實施的 能夠去影響這個政策 中小地方開始做新發 那麼也許我們要做大的改變 我們才能夠獲持那種公民行動的這個力量 這是我的想法 好 謝謝林老師 所以聽過就把林老師很認真在說服 我想有些人還是對這種職業式的民主 有點懷疑 但是事實上我必須講 我們四年不是選一個市長嗎 那這四年呢 就是在做一個參與市預算的過程 你們注意到 其實每個市長都在提出政策 都在跟你說 我要做社會住宅 我要做公共住宅 這就是在決定的預算分配 只是呢 我們都習慣說這種代議設置 我們就把它叫給某一個人去當市長 那這四年就不管他了 除了每天晚上站在家裡客廳聽 扣議節目那邊罵這個市長 罵這個總統之外 那我們這四年內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想參與市預算就是一個不錯的辦法吧 因為每年那個市政府的位置預算 給議會去審議嘛 那到底他有沒有去實踐他當初競選的諾言 那我們也無從建築起來 那是不是有一個參與市預算 能夠來補這種代議政治 任期還沒到 那中間我們可以做些什麼這樣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了 還有沒有問題要問林國平老師的